收藏!让膝盖软骨重生的方法,无需吃药,又不用打针,每天只要10分钟。 生活中稍不注意就会轻易受伤,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就会出现膝盖软骨损伤的情况,每年都会感到非常的很疼,一般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去医院检查治疗了,但是你们知不知道,可以不用吃药打针就可以解决软骨损伤了,下面一起了解一下。 香茅,青苹果帮助膝盖软骨重生。材料,五根香茅,两个青苹果,全部切块。 做法,一,将香茅洗清洗前镜然后拍扁。 二,将青苹果洗清洁然后切成小片将心去除。 三,加水盖过材料,用小火煮到苹果变软,也可以用slow cooker从晚上煮到隔天早上。 四,然后喝这香茅,不要添加任何东西哦!一天喝一次,有助膝盖软骨重生。 另外分享膝盖保健方法。既无需吃药,又不用打针。 既能改善耗损的膝盖,增加其食用粘线,何不试试看呢?很简单,每天只要十分钟就能保健您的膝盖。 到了某个棉系膝盖不感觉到酸痛,灵活度不够的人几乎很少。 其实,只要您感觉到身体上的部位有存在,那就是不对,有问题了。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,年轻的时候,会感觉到脖子颈椎酸痛脏麻吗? 会感觉到腰酸背痛吗?会感觉到行动时四肢无力吗?会感觉肩膀手肘酸痛吗? 这答案肯是不会的。 那么,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不舒服的症状呢? 简单的说,就是气血不通,不活了顺畅,阻塞了,就像都市里的下水道,使用久了,淤塞了,不通了。 所以要保健膝盖,就是要活了这个部位的气血。 每天只要10分钟,就能保健您的膝盖。 一,使用手掌拍打膝盖的外侧,内侧各2分钟。 这样子就可以活了脚上外侧的胆睛,胃睛,以及内侧的脾睛,肝睛,肾睛。 2,再来,拍打后期窝的部位2分钟,活络糖光精。 3,再搓揉膝盖2分钟。 最后,跪期2分钟。 上面的方法很简单,每天只有几分钟就能够搞定,但是效果确实意想不到的哦,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